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的一些情感的部分啦 财运的部分啦 以及工作方面会有什么样的一些讯息给到我们 那我今天还是一样准备了三组牌 分别是一 二 三 用你的第一直觉去选择一组牌 选好的朋友可以下拉到下面的评论区 那边有时间节点 那没有选好的朋友可以在这边暂停 OK 那我们先来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们来看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看一看你们的三位运势如何呢 Night of materials Muse of emotion Two of emotion Queen of materials Six of voice Six of voice Three of voice OK 好 这边首先接收到的第一个讯息 关于事业方面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在三月份你们会很有干劲 很有动力 很知道自己要前进去哪里 就是你们会有一个目标感 你们会知道自己要努力的去做一些什么事情 是想要去达到那个目标 就是会充满着热情想要去做的 那可能这件事情也让你们看到了一些机会 能够给你们带来财富的能量啦 或者是说一些机会给到你们 放到你们的面前 是能够给你们带来一定的 就是比如说奖励啦 或者是收入啊之类的 那 在整个三月份 我会看到在财富方面 就是从工作 很努力的工作 很有热情的去工作 很有激情的去工作 你们会迎来一个小小的小高峰期 在财富方面 你们会有 除了固定工资之外的另外的一些奖励 一些公司 比如说分红啦 或者是 三月份会可能会有 比如说存款到期 有一些利息啊 或者是会有一些额外的 就是可能你之前就可能已经把它忘记了一些东西 那 这个钱它在三月份会进来 有可能是你的投资款会有一些回报了 对 那从 嗯 如果说你是在公司里面的话 就是你在公司里上班 你不是那个自由职业者的话 我会看到 嗯 公司会给你 就是你们 可能你之前做的某一个项目到了一个分红的阶段 或者是拿提成的阶段 那 嗯 值得注意的是 在公司里上班的朋友 就是在职场上面 是需要去分辨一下 就是你周围的环境 周围的那些 嗯 比如说聊八卦啦 或者是背后一些对你的评价 是需要去远离一些这样子的一些评论的 嗯 那些话语可能会让你觉得很不舒服 可能会觉得你 嗯 你可能会自己会觉得 会被 有一点点被冤枉啦 或者是明明事情就不是这样子 他们怎么可以这么 怎么想我 这么想 这么样的讲我 类似于这样子 那 嗯 你会 就是在情绪上面 会有一点点的小 小波动 那你会想要去找朋友 去聊聊天啊 去找朋友 去诉诉苦啊 是能够去帮助你 疗愈到你的情绪 是能够帮助你去平复你的情绪的 这个是我看到的 那 嗯 从情感方面来看 选择第三组 嗯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我想说三月份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嗯 在情感方面 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属于一个单身的状态 我会看到三月份会有桃花出现 会有新的恋情开始 那 嗯 新的这个恋情是能够 帮助你去摆脱你之前的一些情伤的部分 是能够去疗愈你之前所受到的伤害 你会慢慢的从那个 之前的那个受伤的心情里面走出来 那 对方这个 你三月份遇到的这个 就开始的新的这段恋情 他可能是你公司里面的同事 也有可能是 嗯 是一个其实你们 就是 他从各方面来讲 是一个比较稳重的人 是在 嗯 对于你来讲 他是能够疗愈到你的 他的一些话语是会让你觉得很有安全感 很有一个安定的感觉的 是能够带给你内心那种很安抚啊 然后就是很温暖的感觉 对 然后你会觉得他非常非常的懂你 当然你也能够去懂他 就你们的感觉就是有一点 一见如故啦 或者是说 嗯 可能你们的见面次数不多 然后聊天的次数也不多 但是你们的 就是相互的那个熟悉感就很强烈 就好像已经认识很久一样 就彼此大家都很能够 嗯 了解对方在想一些什么 对 这个是情感的部分 那如果说 哦 如果说你 嗯 现在已经是处于一段情感当中的话 我会看到你们的关系 嗯 它可能会有两个走向 虽然是 听起来好像有一点 有一点 嗯 跟 预测无关 但是我想要表达的意思是说 就是你们的走向 它可能会有两个 属于两个比较极端化的 因为我看到的讯息是 有可能你们的关系会因为某一件事情 而造成你非常痛苦的感觉 就是你会觉得 嗯 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 或者是 它怎么可以这样子伤害你 那因为这件事情 可能会让你们开始 嗯 同样的也因为这件事情会让你们感觉到 你们之间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分开 就所以为什么我会说它有两极化 是因为你会觉得真的是很痛 很受伤 但是反过头来你们两个人 会 会 再重新去看待对方的时候 你会 你们会同时觉得 那个是同时觉得 嗯 好像谁都离不开谁 就是通过这件事情的发生 可能 伤害到你了 或者是 对方也受到了伤害 但是同时让你们更加确定 彼此是没有办法分开的 不知道我这样子解释 能不能够明白我的意思 嗯 就是说在情感的上面 可能三月份会遇到一个小小的小插曲 但是这个小插曲 并不会 嗯 就是会难过 会受伤 但是 会让你们更清楚的认识到 对方 对你来讲是很重要的一个人 对 那 我再来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对 在财运方面 我刚才已经有提到说 三月份我们的财运还蛮好的 会有一个新的收入 就是会比你之前的收入 要 有就是上升的趋势 对 这边再看看我们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还有什么样的讯息 给到我们三月份的运势有什么 我这边看到的讯息是 我这边看到的讯息是 Cain of Wands and the Ten of Cups 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首先就像我讲的 你们三月份会很有目标感 你们知道自己要什么 而且会对着这个目标去努力 对着这个目标去 比如说做计划啦 然后去真正的就是去行动起来 它不会再是纸上谈兵了 你们会是真的就是脚踏实地的 去把它落实下去 去把它做起来 那当你们开始真正的去行动的时候 你们很多的一些愿望啊 一些之前许下的东西 它都会变成现实 你们会真正的迎来丰盛 能够去帮助你们实现 物质上的丰盛 情感部分的丰盛 那就像我刚才 那情感的部分 就像我刚才有提到说的 你们会有一段新的感情的开始 如果说你现在还是单身的状态 那对方他会 会给你一段非常非常贴心的合护 他是属于内心比较成熟的 他知道你需要什么 他非常了解你的情感上的需求 你们会像 不一定是那种 非常非常 就是一见钟情 就是一下子很有火花的那种 但是你们是那种 非常非常熟悉彼此的那种 有一种熟悉感 是就像家人的那个感觉 就可能你们并不是 并不是认识很久 可是你们给到彼此的感觉 就是那种很温馨 很有家的那种感觉 很舒服很熟悉 对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些讯息 那 我这边 再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 我会从这个牌里面抽选出两张 我们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 有什么样的建议给到我们 Change 你们正在迎来一段改变的时期 不管是在财富方面也好 还是在感情方面也好 就像我刚才说的 在财富方面 你们会迎来一个增长的过程 那在情感的部分 对于你们来讲 可能会有一段新的恋情的开始 这个是我看到的一个 比较明显的一个讯息 那对于 已经处于一段感情当中的 就像我刚才讲 你们可能之间会有一段 小矛盾啦 或者是 让彼此都有一个比较受伤的感觉 但是过了这个 小小的砍之后 你们又会 就是更加认定彼此 甚至是你们开始要去讨论说 是不是要再进一步的去 巩固你们的关系 去进一步的建立起你们的关系 进入到比如说家庭的那个状态啊 或者是生小孩啊 你们会开始去规划 未来的路 未来你们共同去创造一个幸福的小家庭 OK Grounded 3月份给到你们的建议是多去户外走走 要去 连接大地母亲的能量 能够帮助到 你们更加的去 嗯 放松 能够去平衡你们的生活和工作 能够让你们的 能量去流动起来 对 对 这个是建议 那我这边还有这个 我再从这里面抽 两张牌 看看有什么样更多的建议给到我们 Out of the mess comes elegant order OK 就是说你们 我看到 你们可能 之前处于一个比较混乱的时期 从3月份开始 他就结束了 他会开始变得 比较能够追寻到他的轨迹 能够让你们去抓住 你们要即将要去走的方向 能够让你们更加看清楚 你们要的是什么 你们接下去 你们的使命是什么 接下去要的目标是什么 所以我刚才从开头就在讲 你们3月份会很有目标感 你们知道要去往哪个方向去 去使劲 去努力 say yes to your open door 会有一扇新的门向你打开 你只要允许去接受那个新的机会 去允许你自己去接受 新的那个人进入到你的新门里面来 你的3月份会过得非常的精彩 那这个是我给选择第一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 那喜欢我的朋友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 谢谢你们 bye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3月份你们会有一些什么样的讯息呢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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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6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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7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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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9 8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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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 9 它会实现在三月份的时候 你们会有开始想要去自己做一些小事情 会开始想要去 可能你想要做一点小副业啦 或者是会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就是你有很有热情的 想要去做一些自己感兴趣的事情 就可能你现在比如说你是 就是每天的普通的上班族 就是每天早就晚午 那可能到了三月份 你就开始想要稍微有一些改变 那这个改变你是想要 可能就是有那些机会出现了以后 你会觉得你要去尝试看看 尝试不同的工作的种类 或者工作的性质 或者是尝试各种不同的一个时间的节奏 生活的安排 你会想要去尝试各种不同的 那唯一的条件就是 你会有那个热情 有那个兴趣爱好去走下去 去做出选择的 另外的话在 情感的部分 我这边有看到选择第 二组排 如果说 我又接收到一个讯息 如果说你现在 比如说 你这个是 不一定是针对每一个人 因为毕竟是大众占卜 如果说你现在有官司啦 或者是在处理处理一些 法律文件上的东西 那你会得到一个 很公平公正的结果 那不管这个法律文件是跟情感有关 还是跟经济纠纷有关 它都会让你就是比较满意的答案 就是比较是公正的那个结果 对 好好看 我会看到选择第二组排的朋友 在整个三月份 你会找到自己很多的 内在的问题 就是你会 就像一面镜子一样 你会发现到自己很多 很多问题 自己去察觉到很多事情 然后你就会 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 有一种 发现 哦 原来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是想错了 或者是 原来我内在 内心的我是这个样子的 原来我的内在小孩 他一直都没有很开心 诸如此类会有一点 我接收到的是 有一点开始要去做那个 灵性的觉醒啦 或者是 要开始做那个 shadow work 就是你的 跟你自己对话 跟你那个比较 内在的一些部分 去探索 去对话的过程 在三月份的时候 你可能会经历很多的 一些声音 是来自于你自己内心的 一些自己跟自己对话的部分 让你开始 真正的去了解到自己 想要的是什么 开启了你 可能人生当中的 另外一个阶段 那我会觉得更多的是 灵性要打开了 要开始去接收到各种 直觉力的打开 或者是 灵性能力的打开 对 这个是 我们再看看选择 第二组牌的朋友 还有什么样更多的讯息 你会给到我们 给到我们 6th of swords queen of wands 2 of cups 10 of swords the moon the moon the fall OK 我会觉得 你们之前的一些 cycle要结束了 不管是在情感部分方面 还是在 人生的 比如说什么卡点方面 或者是某一件事情 让你觉得一直都 穿越不过去 一直都卡住在那里 一直都 那个能量是死的 那个过程已经快要结束了 你们正在 从波涛汹涌的状态当中 前往比较平顺的那个 未来的路程当中 那 你们会开始慢慢的 就像我刚才讲 你们开始会去探索 你们的内在 去做你们自己内心的一些工作 去开始跟 那些 之前可能受过的伤也好 或者是之前 你不愿去面对的 你自己的那个部分也好 你开始去看到他了 你开始去做他的工作 你开始去疗愈他了之后 你会发现自己的 真正的热情在那里 你会找到自己想要去 接下去要走的路 你 开始想要去 真正的去探索这个世界了 开始找到你真实的你自己了 那些迷茫的感觉 那些 对于未来的恐惧感 他会变得烟消云散了 你会变成一个全新的你自己 我会觉得那个是一个 类似于 重生的感觉 因为你会变得不一样了 对 那 你会找到一个 真正属于 你有热情的事业也好 或者是另外的一些 兴趣爱好的副业啊 或者是别的事情 你会非常非常的有热情去做那些工作 那从情感的部分来讲 如果说你是单身 那我会觉得你接下去你会遇到你的 可能是双身火焰 也有可能是灵魂伴侣 那如果说你现在已经是 有伴侣的朋友 我看到你们的关系会非常的 彼此尊重 彼此照顾 彼此理解 就是你们的关系是很对等的 是一个非常非常健康的关系 你们懂得如何去替对方去考虑 如何去为对方着想 那个是一个双方的过程 我会觉得你们的感情会很顺利 很幸福 对 那我再看一看我们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 宇宙给到我们一些什么样的建议 我会从这边抽两张牌 我觉得它要出来了 worth 你会开始认识到自己真正的价值在哪里 你会开始知道自己是值得被爱 值得接受爱 值得接受别人的爱 是值得能够去感受到你周围人给你的爱 可能你之前的那个cycle 那个那个状态下 你可能不知道那个值得 它真正的含义是什么 你可能觉得自己 有些有些东西不配得啦 或者是有些东西 好像不应该是属于你的 但是现在你当你做了这些 阴影的功课了之后 当你真正的去找到你 真实的你自己了之后 你会发现你是值得被爱的 你是值得拥有丰盛与富足的 你是值得拥有 你周围的人对你的支持和爱的 OK Divine Abundance 你是值得拥有所有的丰盛与富足 你值得拥有情感的富足 你值得拥有金钱部分的富足 那些都是你原本就应该是属于你的部分 对那这个是我给选择第二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因为我看到的都是一些还比较 比较向上的那个运势的一个方向 所以我觉得好像没有什么需要 给出建议的 那我这边还有两个是来自于宇宙的 宇宙的讯息 我从这边再抽两张牌 那刚才有一个已经出来了 Sold giraffe 你会有你动物灵的守护 那场景录我们都知道 它的脖子很长 所以宇宙是想要告诉你 当你学习到了从另外一个角度 去看待问题的时候 你会发现你的整个人生观 价值观 它都变得不一样 Ask wonderfully Receive graciously 你所拥有的东西 所拥有的这些能量也好 这些财富也好 它都是无限存在的 它是源源不断的 会进入到你的生活当中 它可能不仅仅是这个三月份 它对于你来讲是永远都是 一直会流进来 一直会帮你去获得你的丰盛与圆满 当你做了你自己的自己 那些疗愈的功课 看见自己的功课了之后 所有的东西 它都会变得越来越顺利 好吗 那这个是我给选择 第二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戒读 希望能够帮助到你们了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哦 谢谢你们 OK 我们来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看一看三月份 你们会迎来一些什么样的讯息 9 of materials 4 of voices 9 of emotions 9 of inspiration 4 of emotions 9 of emotions OK 你们有很多4号牌和9号牌 尤其是9号牌 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首先我要说的是 你们在物质方面 情感方面 以及在自我实现方面 自我满足感方面 都会得到一个很满足的阶段 都会觉得自己 哇 我这个实在是太充实了 我这个三月份过得实在是太满足了 不管是在个人的情感方面也好 还是在物质条件方面也好 那些收入方面也好 都会让你觉得很丰盛 这个是 就是很满意 对 这是我看到的第一个讯息 那另外的话 我接受到另外一个很强烈的信息是 你们会开始进入到一段比较 嗯 就是自我 自我单独 和自己相处的那个时间里面 你们可能整个三月份都不太愿意去 比如说参加聚会啦 去参加任何的社交活动啦 你们会更多的愿意和自己待在一起 那在这个自己和待在 和自己待在一起的这个过程当中 你们可能会去选择 嗯 去好好的思考你们未来的方向 要好好的思考你们真正想要的是什么 或者是你们要如何才能够去 找到自己的使命 这个是整一个三月份你们主要的一个课题 你们可能会花很多的时间去做冥想 或者是去做一个自我的疗愈 或者是做打坐啦 不管是哪一种形式的 和自己待在一起的方法 你们都是那个主题都会和自己有关 和未来要接下去应该怎么走有关 你们开始对自己开始有好奇心 就是就是会可能去问自己说 我是谁 我从哪里来 我要去到哪里 开始去真正的开始去思考这些问题了 嗯 会有一个比较大的一个灵性觉醒的开始 就是打开 会有一些感觉是那种接收器开始要打开了 对 这个是我接收到的一个很强的讯息 那工作上面我有一点 我有提到一些 就是你们的工作会给你们带来 带来很多的满足感充实感 让你们在工作中 你们是如果说你是在上班族的话 你是那个leader 就是你们会有那个或者是部门的一个leader 或者是小组的leader 反正就是你会是那个那个就是领导者 那如果说是嗯 你自己创业的话 我也会看到你是 就是就是能够去掌控整个全局的 你是那个能够知道自己的这个创业 应该是怎么样去把它打开市场也好 能够怎么样去控制它的成本也好 你都是在你的掌控范围之内的 你是一个嗯 而且这份工作 嗯 如果说你现在没有工作 你正在找工作的话 我会看到你接下去的找到的这份工作 它其实是你已经想了很久的 它会对你来讲是一个梦寐以求的工作 就是你会可能从小就是梦寐许下的一个某一个生日愿望 就可能我要成为什么什么什么样的人 就可能从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那嗯 情感的部分其实我会看到 你们不缺乏选择 不缺乏追求你们的人 或者是你们去选择的人 但是你们 更多的还是 想要把焦点放在自己的身上 不太愿意去 嗯 就是对于你们来讲 现在这个现阶段 它并不是一个很好的 去让另外一个人 进入到你的身 生活圈子里面来的时候 你们更多的想要和自己待在一起 和自己去 沟通去交流 去想问题 想事情 对 你们还 我觉得应该是属于一个比较 享受自己和自己待在一起的时候 对 你们会把更多的心思放在那个 这个上面 你们不会去 想要花更多的时间去谈恋爱啦 或者是 跟另外一半 呃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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呃 呃呃 去谈论别的 就是未来的事情 OK 我们再看看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 我们三月份会迎来什么样的事情 7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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8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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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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你在开门的时候 别人会看到完全不一样的你 就是有一点那样子的感觉在里面 你可能正在为下一个目标 下一个大的项目去做准备 对,就好比是如果说是演员的话 他们可能就是关起门来自己去练习 或者是背那个剧本 等到你开门 等到他开门的时候 他已经就是可以去演得出戏了 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关起门来的状态 你正在慢慢的去修炼自己 让自己变得更好的一个时期 对 那其实这一段时间 对于你自己本身来讲 可能从外人的眼光上面来看 就觉得你一直和自己待在一起 会不会感觉很寂寞啊 或者会不会很无聊啊之类的 但是对于你自己来讲 其实你过得很充实 你过得很满足 你过得就是很自娱自乐 对 而且你过得很努力 你真的是在把时间 把精力都放在自我成长上面 你没有去浪费时间 比如说 睡觉啦 或者是说浪费时间去看电视剧啦 等等的 你真的是在做准备工作的 那其实这段时间你会过得还蛮忙碌的 整一个三月份 你可能一直在筹备什么样新的事情 可能四月份要开始着手去做啦 所以对于你来讲 白天可能是在上班 但是晚上回家 你可能就要去筹备那些新的事情 那个接下去那个新的项目 那宇宙是想要告诉你说 你的努力他们有看见 宇宙是接收到的 宇宙是那些大天使 他们都在看护着你 他们是能够接收到你的努力的 也是能够接收到你许下的愿望的 你的愿望是会一步一步的实现的 对 这个是三月份的一些讯息 那我这边还有领袖卡 我来看看宇宙给我们一个什么样的讯息 什么样的建议 我会从里面抽两张牌 Broom Where you are planted 你会从你之前种下的种子那边 不管你之前种下了什么 它都会开始绽放 这个是宇宙想要告诉你的 你的付出 你的努力是会有回报的 这个是他要给你的讯息 Wow Divine Dragon 你们是 如果翻译成中文的话 我第一个想到的是那个龙的传人 就是 有很多的这些 就是你们现在正在做的事情 其实 除了我刚才讲的是灵性觉醒的部分之外 你们会 你们的那个内在力量会非常非常的强大 你们会 就是会有那种 知觉力去知道说自己真正要的是什么 或者是 像我刚才讲的 你们开启了那扇门 你们会知道自己要去到哪里 可能会接收到指导灵的讯息 开始被天使去 可以跟天使去沟通 然后去跟着这些指导 去慢慢的一步一步的去做出来 对 你们开始有一些 嗯 指导灵会在引领你们去到 你们真正应该要去的那条路上 OK 我们再看看 我会从这里面抽两张牌 看看我们还有什么样更多的讯息 Fest 我才刚讲完 你们看 就是 会接收到这些讯息 我真的是很强烈的一个 我接收到的 嗯 可能是来自于你们的守护天使 你们的指导灵 或者也有可能直接来自于 guidance 或者直接来自于你们 嗯 你们的祖先啦 你们的高我啦 都有可能 你们仔细去倾听 所以为什么 你们会开始很享受自己和自己独处的时间 是因为你们开始 能够去感受到这些 嗯 指导灵在你们周围 引领着你们如何去走下一步了 对 那这个是我给选择第三组牌的朋友们的一些解读 那喜欢我的朋友 请帮我按赞转发 要关注我哦 谢谢你们 拜拜 拜拜